中国急于船吩咐事件持续延烧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现在也在脸书发文再次喊话 管碧林提到在两岸复杂的政治环境中 海巡同仁在海上 与对岸的海洋事物的同仁 长远而持续的合作 共同在打击犯罪人道救援上 保护两岸人民的福祉 而且这里维持两岸海洋事物的和平 也呼吁各界要珍惜善的桥梁 同时也强调对于此次争议 后续会遭有检察官调查 厘清真相